中国正在聚精会神的谋发展 突然遭遇美国的强力阻击 令国人心乱 不知不觉的背带节奏 随着美国政府的魔棒起舞 反而可能陷于战略被动 美国遏制中国是早已有之的事 美国不是在特朗普上台 才想起遏制中国的 新中国诞生之初 美国政府就试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无论是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 还是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以及打造所谓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都不是今天发生的事 当下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力度 远远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公知污蔑中国 闭关锁国的那些年 事实上是美国率领西方盟国 封锁中国的时段 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长达30年 到1979年中美建交 才实质性地结束封锁 中国早已习惯了 在封锁中求发展 求突破 有人说 中美建交是因为美国 要利用中国对付苏联 本质原因是 中国自己已经发展到 有足以突破美国封锁的实力 建交变成了必然的结果 中国成为美国 不得不重视的一个东方大国 按尼克松的说法是 和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 长期敌对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美建交后 美国并未停止遏制中国 有人认为中美建交后 中美关系便进入了蜜月期 这是一种错觉 像一直吃着苦的东西的人 突然吃到不那么苦的东西 就觉得是甜的一样 美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 台湾问题上 就埋下了一颗 可以随时拉响的雷 弄了个与台湾关系把 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作法 这是挑战中国主权的作法 不过就是在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吗 翻翻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 美国一直在给中国制造麻烦 1989年 美国率领盟国 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制裁 1994年 美国制造黄海危机 其小英号航母战斗群 在中国海域耀武扬威 其战机居然低空 越过中国机场 1996年 美国利用台独分子李登辉 防美制造台海危机 台海周边 集中了40艘美国军舰 1999年克林顿政府 指使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2001年 布什政府制造了南海撞击事件 随后 由于发生911事件 美国需要中国配合其反恐 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中国趁机啃下了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 最后一块硬骨头美国 2011年 奥巴马重返亚太 挑起中日钓鱼岛争端阻断 中日韩自贸谈判 中日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2012年 美国挑起黄炎岛事件 推动所谓南海仲裁案 奥巴马第二任期 搞了个TPP 和拜登当下搞的印太经济框架 是同样性质的东西 接下来 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等一系列 骚操作 大家都很熟悉了 所以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 不是拜登政府才开始的 而是美国对华的一贯政策 中国一直在美国的遏制中成长 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 所谓蜜月期 就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力度 相对缓和的时期 在某些专家嘴里 就叫做中美关系 回归正常 就像一个被别人捆紧的人 别人把绑松一点 他就觉得很舒服 就感激涕零 事实上 中国一直在美国的遏制 打压下成长着 如果我们自己的反遏制做得好 美国的遏制打压 还往往使中国成长得更快 如果不是美国人天天提醒中国 中国人说不定 已经忘掉了国歌里 那句歌词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全球化时代了 没必要啥都自己造 买人家的 还节省开发成本呢 于是 比如大飞机 中国错过了最佳研发时机 晚了别人至少十年 许多领域 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加上虚心学习 吃苦耐劳 美国没有卡住中国 比如北斗导航系统的建成 比如中国空间站的建成 比如华为的5G 更不用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成功研制的两代异星 那可是在美国严密封锁下 取得的成果呀 二战不仅让美国成为超级大国 而且还获得主导国际事务的权力 苏联解体更使美国如日中天 它不容许任何国家挑战它 它要拼命地维护它的世界霸权 美国一直都认为 如果不遏制住中国 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的 所以美国一开始就遏制打压中国 中国不可能不发展 也不可能按美国给中国设定的角色发展 美国希望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 扮演什么角色呢 那就是低端产品生产的和垃圾倾倒地 中国要发展 美国不容许其发展 这就构成一对矛盾 有人说中国就认可美国的安排 不照样可以吃香喝辣吗 日本不就做到了吗 日本可以中国不行 美国拿捏得住 日本是因为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 日本军国主义 已经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本和平宪法是美国主导制定的 如果战后的美国真正处于攻心 控制住日本军国主义 当然好 但是二战时的日本想称霸世界 二战后的美国也想啊 二战使美国的实力空前高涨 按美国人的秉性 他会接受日本的教训 不会 美国一定会演绎一套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游戏 美国允许日本逐步恢复经济 是因为美国要把日本打造成 对付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 还要对付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 所以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日本 使得他战后经济很快恢复 在上世纪末达到顶峰 当美国感到日本威胁到自己的时候 就用一纸广场协议将日本打回原形 当下 拜登为了对付中国 不断地给日本松绑 岸田文雄会不会突破日本和平宪法 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美国的严密封锁下 中国居然站立起来了 在朝鲜战场上 美国人还吃了个大亏 他当然不可能做事让中国强大跟他争霸主之位 既然不可避免美国的遏制打压 中国当然不可能停下发展脚步 中国一直是在美国的遏制打压下成长 就应该有足够的经验去反遏制反打压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的国宝 坚持得好中国就发展 坚持得得不好中国就挨卡脖子 如果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得再好些 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会主动得多 要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不能对其形成依赖 第二坚持改革开放 这是中国近40年 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改革开放不但不矛盾 而且相辅相成 改革 就是要在保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 让中国市场更活跃 有更大的容纳度 更有效率 开放就是要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 把国际上的资本和科学技术吸引进来利用 学习和消化 就是要把整个国际市场做成中国市场的自然延展 就是要努力打造中国式的全球化 也就是说 我们的开放是自主的开放 是不伤害国家独立性的开放 是中国完全掌控开放进程的开放 中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 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 这种开放还是互利的开放 要让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国家也得到实力 就是要坚持好一带一路的共谋 共建 共享原则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 坚持科技强国 美国遏制打压的主要着力点是科学技术 所谓脱钩就是在高科技领域的精准脱钩 中国一定要加强基础科学探究 除更多的原创的成果 当下必须抓住科学技术这个牛鼻子 首要任务虽然是突破卡脖子项目 但必须有更长远的布局 争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面 占得先机 因此 加大科研投入 培育科研队伍 创新科研机制 就成了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长期的和关键的任务